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天都在外面吃饭需要多少钱呢 大家好我是童言啊 昨天我不是说我要走吗 然后收到了很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的问候 然后都在猜我将要去哪里 但没关系这不是秘密 我会在之后的视频里慢慢给大家揭晓 我是要去哪里然后怎么样生存 怎么样赚钱然后怎么样从头开始 然后今天呢我想给那些将要来到温哥华的一些小伙伴们一些参考吧 如果我们一天不在家做饭 在外面吃需要花多少 money 早餐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做 因为在外面真的吃不到什么 然后全部都是咖啡厅 Tim Houghton或者是新爸爸或者是麦当当之类的 那我们今天就从午餐开始记录吧 因为实在是起晚了 中午呢约了一些朋友 因为他们知道我要离开温哥华就说一起聚一聚 我们选的是一家日式拉面店 先点一些小菜 像这个清酒现锅 还有底下的那个蟹肉杀绿都很好吃 我再点一个这个炸虾乌冬面 再点一杯饮料差不多一个人的分量就够了 上菜啦 该说不说这个图片和食物还是非常相似的 开动啦 吃这个筷子 那个瘦脸能不能走心一点 其实我们一伙人吃了还挺多的 就算我自己的话 人均消费大概在50加币左右 加上税 小伙伴们知道我要走了 所以请我吃了这顿饭 所以这顿饭的消费为零元 吃完午饭呢就来店里工作一下 晚餐呢我找到了一个本地很人气的一个日式快箱店 说是20块钱都可以吃得很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我们点了一个卖鱼饭 大概是六加币 一个饭四个小餐 味道真的是大满足了 我点的是鹅肝照烧鸡饭 大概是20块钱 满满的鹅肝20块钱 试一下 每次第一口鹅肝都是最最最幸福的啦 如果在温哥华早餐算10块 午餐和晚餐分别是50 或者是25块钱的人均 你觉得这样的物价对你来说是合适的吗